我又不很怕說我在提禮職之後 其實對米森格來說應該是一件有點受傷的事情 他付出了好多的時間來跟這個人相處 但這個人好像蠻急促的說了道別 我自己啦 我自己的感覺 只是米森格卻是每一次都在告訴我說 沒關係 你做了這個選擇 這也是一個蠻好的機會 你都去試試看 我們都會支持你這些的話 其實我們有一個夥伴做到過年後 是做到一月底 然後這個夥伴其實也跟我們很久了 不知道他是誰 他是肉依 就是我們一開始的字幕妹妹 那他跟我們說他的企劃是想要去澳洲餐廳打工 想要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因為其實他跟我們工作這將近三年的時間 他也非常的盡心盡力 所以他跟我說要離職的時候 我當然是鼓勵他也支持他任何的一個決定 每一個人都有一個人生歷程 這個過程 他就祝福他 他就是去闖闖看 而且你那時候有講 你是想要認他當甘女 他就像姑姑的甘女而已 對啊 祝福你喔 肉依 好 我們大家一起祝福他 欸 你怎麼會回來 對 某一天早上我那時候已經是離開之後了 然後民生哥突然間打電話來 跟我說 這一趟拍攝最後一天大家會一起聚 你要一起來嗎 你就來了 對啊 因為其實過完年後大家還是一直在忙屏東的拍攝 然後剛好遇到肉依離職 那鼓掌前那時候有說想要辦一個歡送會 但第一是忙啊 第二就是如同剛剛鼓掌講的 大家相處那麼久了 說真的 不管怎麼樣都有很大的情感 當然你如果有更好的一個 發展的一個路線等等 就要注意自己的安全 好 加油齁 嗯 祝福你 沒有什麼是更好或不好 但就只是好像不應該 都只被保護者 所以去試試看 因為他離職那天 他就自己拖了行李整理完所有的東西 然後坐計程車去去車站 我就看所有人都不敢跟他碰面 他會捨不得 然後還是一聲強行炸去車站 不然他原本還是想說自己要坐計程車 其實我在提出來之後 我覺得其中一個最抱歉的 就是米聖格 因為我會覺得他付出了很多的心血 畢竟剛畢業就進來了 其實好多事情 不管待人處事 還是我自己在工作上面 都需要很多很多 需要學習的地方 在這邊 米聖格帶我去嘗試了好多事情 故障也是 但印象最深刻的都是我們去的很多的點 我又不是很怕說 我在提離職之後 其實對米聖格來說應該是一件 有點受傷的事情 他付出了好多的 時間 來跟這個人相處 但這個人好像 蠻急促的說了道別 我自己啦 我自己的感覺 只是米聖格 全是每一次都在告訴我說 沒關係 你做了這個選擇 這也是一個蠻好的機會 你都去試試看 我們都會支持你 這些的話 肉依她是從彰化北斗來到台北 她那時候是四星大學畢業人 她來應徵的時候其實很沒有自信 還有一點點自卑 後來經過了這樣 將近快三年的時間 跟我們這樣相處 至少我覺得現在在你眼神中 可以看到很多的自信 我去拿個東西 那什麼 蛤 那什麼 帶給大家的東西 每一個人 希望米聖格好好照顧自己 所以帶了燕黃素 另外一個是 有一次去拜拜買貢品的時候 然後米聖格突然間傳給我 喜歡吃的雞皮餅乾 那那時候我找了 樓下的巨人家 7-7還有DL都沒有 所以我 我這次剛好在賣這種有看到 所以這兩個 要帶給米聖格 米聖格 一位 米聖格 好 好 好有心喔你 Did you miss me? 嗯 什麼意思? 好啦 鼓掌 我老婆一直跟我講 她說你就當肉魚出去 看看世界 說不定她混得不好啊 她就回來了 我們忠心希望你能 好好的充實自己 看看世界 有朝一日 說不定大家可以再會合 跟明生哥抱一個 抱嗎? 好 你也抱的時候好像手都張開了 他是在拿燈啊 對啦 加油啦 加油加油加油 加油加油 感謝明生哥 有問題隨時可以打電話給我 加油 你很棒 我相信他可以做得很好 之後在外面 你也可以很自豪跟人家說 你是不務正業的 開頻道的元老 嗯 那肉魚今天結尾就不給故障囉 給你好不好 好的 來 我原本是牛鞭 未來我也會成為千千萬萬牛粉的藝人 我會跟來自世界各地的牛粉一起支持這個 帶給我成長養分的地方 我會一直支持大家 你們就像珍貴又美好的巨人 我現在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搞不好我下一秒會掉下去 也不一定 但沒關係 我會像牛粉都在頻道留言一樣 看著頻道獲得好多好多的正能量 支持著你們一起走下去 大家 一二三 無物正業 Yeah 不知不覺 巡邏車已經走了將近兩年 半個台灣 十三個縣市 終於來到包島最南端的屏東 當然要好好犒賞一下辛苦的團隊夥伴們啦 學會放手 他才能自在地翱翔 肉依 別忘了在外面飛淚了 國運名勝都會在這 張開雙手 迎接您這位 不物正業的榮譽創團元老喔 謝謝巡邏車 讓我們有機會走遍全台灣 更感謝蛇灣 胡椒 豬腳 這一次在屏東的鼎立相助 接下來最後的三個縣市 基隆 花蓮 台東 麻煩牛本們 繼續陪伴著不物正業 把溫暖傳遞到每個角落 再來我們 基隆見囉 Yeah 哇塞